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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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 孔灵辉训练包括他的一些临场 都有年代的关系 一旦他打得比较成功 就是已经很多球做出了一些冒险的代价 而且效果也不错 配套这样子去打的话 他今天球还是有点希望 前面的三个球呢都是拿下了 现在孔灵辉发球 全体白短 要自己更加的处理的 比较果断一些 冒的风险 好的 5比2 领先队首四分应该说第二局还是不错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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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灵辉连续杀高球 好的 最后一分 现在是局点9比10 一环没扣紧 导致他第二局的一些比分啊 或者心理上的变化 作为打成相识来讲 成起的力量速度都比孔中队快 经验比较老道的 客观上他的球路 就是看今天孔中队的表现 一定要赶一帽先 你看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4比1 两个2 2比0领先之后 3比1 好球 也是到了6比1 关键看 孔灵辉能不能够有所突破 好球 先晨起 好的 孔灵辉 现在孔灵辉还领先对手5分 结果孔灵辉 晨起发球 孔灵辉 孔灵辉 好球 第三局的比赛 令皮心静找到更好的输入 而且今天孔灵辉从他场面上讲 他自己从第一局命中率 但是如果不这么大的话 那机会很小 如果这么大的话 那机会冒险与胜利他并存 孔灵辉也认识到这一点 如果说孔灵辉要是像前两局那个样 好的 好球 这场球孔灵辉打得真是非常的精彩 晨起判断时务 晨起判断着可能孔灵辉会打他的反手 但是孔灵辉还是打到了他的正手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3比2 打球上的一些风格一些线路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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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抢先上手 成功的情况下 主要是他反手为上手比较好 现在他中间发多了 所以孔灵辉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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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球 好球 这局对于孔灵辉来讲是非常的关键 尚教变化 好的 但是已经到了局点 好的 上手的话 确实是比赛当中 很容易产生被动 孔灵辉 好球 好的 所以对于孔灵辉来讲呢 没有别的考虑 三平 现在是晨起发球 看孔灵辉的接发球 好的 13 现在看孔灵辉的这个发球 白短 好的 这样 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 孔灵辉是以15比13 战胜了对手 这样双方第四局的比赛 结束之后 在总比赛上 第五局的比赛开始了 现在看孔灵辉的第二个发球 孔灵辉准备是2比0 现在晨起发球 对于孔灵辉来讲 他的经验 在比赛当中将会发挥非常重要的效果 他也意识到必须有所改变 嗯 拉球 孔灵辉白短 拉起来 全起 延续了 他今天整个的战术制造事项比较明确 战术有比较明显的特点 嗯 阵发表就不行 好的 努力的方向发展 好球 孔灵辉接发球 我们看孔灵辉的这个接发球 孔灵辉拉起来 还是给到反手 晨起 10比6 孔灵辉领先 对手4分 现在孔灵辉发球 好的 这样 第五局的比赛 孔灵辉是以11比6战胜的晨起 好